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大的小偷 还有新一代的傲少年郭艳福 但是一起来呢 因为今天讲到关于有吃 关于吃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都有共通点 都有共通点 可是等一下的共通点 要从我们的测试DIR就可以更明显了 所以你最近到底是什么地方是甩不掉的 好 我们今天测试蛋要测试 最近这一两个月哦 你有什么事情会甩不掉哦 我们的字面有五个字 好看 漂亮 美 美 哇 每个字都很美啦 对啊 从这五个字里面选一个字 来 小CALL 先来 飘 特别来宾们都选好了答案 观众朋友们选好了吗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咯 从前面开始来选择 第一 好 是预方选的 是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蒼蠅文字如影随形 哇 生气很好耶 就是喜欢你的人 仰慕你的人 你甩不掉 我们干嘛卖我老公是蒼蠅文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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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嚇死你那你就是大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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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后心帮喜欢玉芳 我老公都说 他会拿出电文拍来 对 好 我们出去看看 看最多了 佳谦 GiGi 艳福 三万人都是选到这个看 或者观众朋友 你是选这个字的话 到底你什么东西甩不掉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省钱高手 身材有到 钱财的好运 钱财好运甩不掉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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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运啊 我好求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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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感觉就是 钱追着我们跑 不要啦 不要 我什么都没有 我剩下钱而已 我什么都没有 大买大买 好 我们现在看票 票是小call 小call 或者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是选这个字的话 到底什么东西甩不掉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股票基金沉沦前债 喂 你应该没有全去买股票吧 没有没有 还好不买股票的 那观众朋友 若选这个字就要小心了 你最近这方面的运气不太好 怕甩不掉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美跳过去了 美 美是唐老师选的 看唐老师美不美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太奖道义 成冤大头 太 你这个替人家负账 替人家错 做冤大头的这种坏运 甩不掉 对 欢迎 你常当冤大头吗 你说呢 你常常其实有说 我头来真的是你的 这个年最大的 对 老师我对不起 对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忘了你来了 对啊 对啊 好大 这个人 心机都那么重 对 这个位子难做 真的 对 对 太急 那亮呢 好 随下一个亮 亮是悠悠老师选的 好 或者观众朋友 你也是选这个字的话 到底什么东西甩不掉呢 唐老师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享受大餐 揉肉附身 天啊 肥肉甩不掉 真的 你看这个上面这个就是 想的开始嘛 下面就是 揉肉的揉的结果 对肉的意思 所以就是肥肉甩不掉 唐老师还有一种庆幸的感觉 可见我快要瘦了 对 对 我其实走起司的路线 好 今天刚刚有提到说 肥肉甩不掉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出了这边 吃有关的书 对啊 各位朋友啊 你们又要肥仙了 真的好好吃 好多不知道的店喔 真的 其实我那时候出这本书的时候 从台北台中高雄沿路 吃了胖的一股公斤 什么啊 胖的一股公斤 对不起 那我也可以出三本书吗 陈志琪 你读出了这个新书 对不对 一定跟美食这么多关系 是啊 所以你要不要介绍另外一个美食给我们 好 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将将 馒头 馒头 馒头当兵的时候这个是 对啊 馒头我们常吃的有什么了不起 我跟你讲 当然不是馒头 是要配馒头吃的 小鱼 小鱼干 小鱼干 拜托我们吃多少好料的东西 这种东西可以端得上台面 我跟你讲 最好吃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光看这个卖相 你要讲到好吃就很难 真的很难 我跟你讲 你们真的吃了之后 你们会感动到落泪 真的吗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鱼干 真的吗 是一瓶的价格是吗 一瓶的价格 老师你先告诉我 它是比一般的小鱼干贵还是便宜 其实价钱差不多 唐老师 220 220 黄老师 500 老师你平常没有吃小鱼干 老师你平常都在算命啊 不吃饭的好 他猜500 他猜500 那又有老师 200 200 200 加签 150 我猜180 小鱼 220 220 奥少林 我猜99块 也太便宜了吧 尬宅配 好 不收运费就对了 那我要揭晓了 好多少钱 我要揭晓了 130元 好便宜 很便宜 这么便宜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他猜猜 150 而且我跟你讲 你们这也没有良心的 这个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什么感人 你先吃吃看好了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我想吃个辣的 我可以闻味道吗 如果你怕辣的话你可以吃 好香喔 香不香 我可以闻吗 我可以闻吗 一打开来就有一个铺鼻的香味 辣的也还好 很甜 有那个海洋的香 而且这个超级下饭的 你平常在家里一碗白饭 或是吃一碗 就可以这样配 那老师 好好吃 好好吃啊 你绝对是看到食物就失控 周末可可之下 居然也敢偷吃 拿过来 我会这些 我没有吃啊 不要偷吃啊 我都闻到你嘴巴的味道了 老师 老师也都吃 老师太诚实了 都没有偷吃 没有答对不能吃 我可以吃 那我自己可以吃吗 我猜最多可以吃最多片 因为他愿意付500版这一罐 他还有加菜脖 好好吃喔 真的好吃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不喜欢吃菜脖 但是 这个菜脖很好吃 完全没有那种酸酸的味道 它是那个 小鱼肝本身的甜味 它都剩到这个菜脖里面 会不会太咸 有点咸 所以要配馒头 配馒头 其实还好是我吃蛋糕米 我这样直接吃 然后是下酒超赞 其实真的非常香 而且那个辣椒的味道好香喔 它的漫画也挺可爱的 是 像小鱼吗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 就看到这一个罐子包装 什么都好温馨的感觉 对 可是真的你们听的故事 真的就不哭的都不是人 怎么了 都美心美肝 我很怕我都会出来了 我想把自己的鬼揪出来了 那是什么故事啊 其实我当初会发现 这个小鱼肝 是我朋友寄了一个email给我 这个妈妈她叫做小鱼妈 有一天她生下她自己的宝贝 小宝贝 就叫做小鱼 然后在医院一次检查的时候 她才发现 她的小鱼宝贝 得了败血症 这么小就得了败血症 然后 你看她好可爱 就是我们有那个照片 就这么大 她才这么大的时候 就发现她其实有败血症 然后因为 她们家境并不是那么富裕 而且这个重症 需要花费很庞大的一笔医药费 所以那时候小鱼妈就在想说 怎么办 要怎么样去筹这些医疗经费 所以她就想说 很会吵小鱼肝 所以就在网路上 就开始做这个的批发翻售 对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小鱼就走了 然后小鱼妈就是为了要谢谢 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来一直帮助她们 然后有买小鱼肝的朋友 然后呢 她现在都还是有在卖这个小鱼肝 然后她把所有的经费 全部捐给 就是患有这个疾病的这个基金会 去帮助这些得到败血症的小鱼肝 这她唯一的宝贝吗 你看她好可爱 像天词 小鱼肝 对 那给我食饼吧 食品太少了 大鱼肝结果 我要吃了很厉害 我的心意下一次继续买 像我们家就 可以先推广给亲朋好朋友 可以告诉大家 我觉得也可以透过节目 然后让大家可以帮助到 得到这个病人 好 等一下我们陆续 还是会有这个介绍美食给大家 那接下来唐老师要 从星座来看一下 在2008年这个年底 到底什么星座的人 千万不要告白了 OK 年底了 不要告白 你还在拌一拌好不好 你这样我食欲会减累 好 星星会从摩羯慢慢移到水平 然后火星会在射手旁流一阵子 那我们来看看哪一些星座的人 不要告白 好 太阳上升我们都要看 赶快先来看看 三位来宾的太阳上升星座 第五名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非常多人上榜 那就是Gigi 艳甫 还有我们所有老师 成功都上 不能告白 还好啦 你有想要告白的人吗 有对象吗 我没有 我没有要告白 我已经告白过了 好啦 其实摩羯本来就是一个 不喜欢告白的 我现在告白很老套 对 他一定要有十足十的把握 好啦 可是问题是下一个月 因为年底也就剩下那么一个月了 还不如我们等到 譬如说过完年以后 然后大家在一个 比较和乐的气氛下 免得你那么隆重的设计 最后还是鲨鱼而归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皇家千的 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呢 如果要告白呢 都有一点太冲动或太粗辱了 真的啊 对 比如说 你知道吗 我爱你 爱你 主要是火星使得你们给人家压力 就是说当你去跟人家告白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你冲过来的样子很可怕 或者是你很有攻击性的感觉 所以不如等到气氛再融洽一点 然后让事情自然而然 但是你喜欢人家不代表人家喜欢你 所以最后还是互动一下比较好 我们说的是告白嘛 我们来看第三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现场没有 那就是水瓶座啦 水瓶座的人呢 是属于那种被人家起哄 觉得还蛮不好意思的 也不想让女生丢脸 也不想让女生出丑 所以当大家很期待你的时候 你也在犹豫 我好像也没有很讨厌她 可是这种情况很快就消失了 也许到了明年初啊 你就醒过来了 你可能遇到更喜欢的对象 这个时候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所以千万不要告白哦 好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有有跟艳辅的射手座啦 有有有 小心哦很容易被打回跳啊 因为最近还蛮惹人艳的啦 小心 惹人艳 没有比较远一点 不是啦 这些射手座呢 平常给人家阳光可爱的感觉啊 可是年底嘛火星来了嘛 难免呢你可能火气也大一点啦 讲话也急促一点啦 然后别人可能平常看你 还会觉得说 哎呀好可怕啊 谁敢跟他在一起啊 结果忽然你跟他告白 你说他会怎么说呢 所以还不如等你表现得很优秀很悠闲 或者是看起来更有行情的时候 我们再来告白会好一些啊 好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小Call的上升上榜啦 天秤座啦 天秤座的人呢 最近可能身边有一些纠纷啦 那也有一些是非啦 说不定别人呢 就会用一种比较奇怪的言语传你 真的 所以可能要花一阵子来塑造形象 所以天秤座 由于最近有不利于你的传言 所以最近不要告白 可能对你比较有利哦 大家参考看看 好马上看到艳府前面呢就一锅 什么 我跟你讲 这是我很喜欢吃的锅类耶 这一锅呢 这一锅也有一个非常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是羊肉炉吗 那一只羊子吗 没错 不是羊子吗 是化妆中间有一个小伙子 每天回家的时候 就会经过他们家 经过他们家前面那条路 那条路就是永和的中正路 在我家那边耶 对 下中正桥之后呢 直走 第一个弯就右拐 然后再回走回来 就会看到这家羊肉炉店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吃羊肉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羊肉很多烧味 哪有 好好吃哦 吃不好的很多烧味 好香哦 对那我会喜欢吃 是因为它的那个汤头 跟它的这个羊骨头啊 它是完全是没有那个烧味 可以吃下来吗 还不行 还不行 因为呢 我们现在是需要一个姑娘嘛 OK 我的故事 你的故事是什么啊 你可可可气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一个年轻的少年没会经过 然后呢 对对对 一试诚主顾啊 然后只要有来我家的朋友呢 我都一定会毕竟 毕竟带他们到这边来 那你可怜在哪里啊 对 没有因为以前 就是每天都要付钱啊 以前不就要没有钱 只要付钱就对了 现在就要付钱 所以这锅很贵哦 这什么 烂故事 好烂哦 烂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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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现在大家来估价 好 我可以给大家 这个猜价钱 这一锅多少钱 对 这一锅多少钱 我认为就是 220到300块时间 都是10位数 这个餐厅是吃到饱餐厅 所以这个价钱就是在里面 你可以吃到饱 吃到饱 然后251个人吃到饱的价格 对 谁要先猜 又有老师先好了 好 我猜猜老师 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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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老师 跟黄老师一样250 待会那一锅完真的的时候 我们就要共进会就对了 对 240 好 一方几 289 289 有那个9字吗 通常吃到 都十位数而已 都十位数 可是通常吃到饱 不是都为什么299 289 23 这家店是跟他不一样嘛 你在家吃完 290可以吗 290 多一块 好 299 299 就不是十位数而已 你有发现喔 你有发现喔 我刚才还跳过 你还被我影响就对了 270人 270 好 小高 250 250 就一样 那我今天是250 怎么办没有人猜对 那猜了 你猜了 230 230 3 5 我230 我220 答案是 230元吃到饱 我刚刚有讲230啊 最後 230是最后啊 但是我们第一回合的时候 你没讲到啊 对不起啊 因为制作人说没有人猜对 那就不能吃 就只有我可以吃 全部给你吃喔 对 全部就我可以吃 等一下 那我们干嘛 等一下 各位 各位 我们让这个奖励变这个惩罚 你把它吃过来 镜头光光 没有啦 什么人死了我都没有哭 但是我吃不到羊肉 而且啊 可以介绍一下就是 这个羊骨啊 它是 它是有羊精 然后这个骨头里面 会有它的羊髓 看起来好棒喔 对 那 因为我今天都还没进食嘛 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 好 沾一点酱 然后沾一点酱 而且它这个酱 我有问过老板 这礼拜六就要去了 他说这个 不行不行 他说这个酱啊 就是 它有一大桶 然后一天呢 它可以卖掉14桶 就要换14桶 真的 对 每天可以卖掉14桶 每天可以卖掉14桶 我实际要这个羊精给大家看 酱料可以卖掉14桶 而且是吃到饱 吃到饱 有那个QQ的那种橡皮筋的味道 好划算 趕快吃好了 重点是又好吃 不容易耶 酱料很好 你到底吃过 那刚刚那个白馒头沾这个酱料 不就得了吗 给唐老师 如果你们能够八七五 好 我给你讲 你真的比你哥帅 你讲的笑话好好笑 我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棒 你很棒 我从命里看 你未来是总统的那个锅 天哪 陶老师为了羊肉炉 居然不惜出卖自己的专业 当总统你也说了出口 不过看看这个令人垂涎欲低的羊肉炉 果然会让人失去理智喔 而且你知道吃到饱这种餐厅 其实真的是很恐怖 要不然你再来一碗 因为有些地方就是会吃到 就整个大家就会吃到一个恐怖的境界 也是会吃到撑啊 吃到吐啊 吃到状况很多啊 就人就会很多 人一旦多 那个服务状况也不见得会 服务品质就会 对 就会降低 真的 那你有碰过什么样服务品质 让你觉得说很差的吗 我以为是遇到一个超扯的 大家都会吓死 其实在哪个地方 就是在台湾最第一志愿的大学 那边不是有很多卖火锅店的吗 其中里面有一家 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是都会有 那个猪穴啊 然后什么鸭穴什么的 在上面吗 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是都会有 那个猪穴啊 然后什么鸭穴什么的 对 在上面吗 对 我就看过一颗干巴巴的大便 什么的鸭穴 看到人家的巴巴的那种 干掉的咖 差不多就这样子 像乖乖 像大的乖乖 那我就把它捞起来 你们吃到什么状况的时候捞起来 吃到中间的时候 换第二次汤的时候 就是蛋饺 鱼饺 虾饺 花枝碗这些全部放完之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抱险 然后我就这样看 我以为是那个猩猩肠 没有 长度 关度 关度 没有啦 他以为的就是这个吧 对啊 就是这个 这个猩猩肠 他以为是这个啦 或是那种树鸡类的那种 是比较雪白的颜色 那我就把它捞起来 怪怪的 但它也太干了吧 当然闻已经闻不到那个原来的味道 因为已经煮透了 对 然后当然就是稀释掉了嘛 就有点 哇 那多少人吃到那个 就是泡在水里面 然后还是有点那个龟裂 那个温度在 然后后来呢 然后后来我叫老板过来 我跟他说 这一锅汤 其实我看很久了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就这个大便 而且我也吃很久了 然后他说好那没关系 那今天这次我不收钱 然后下次你们来的话呢 所以你喝过大便吗 我把你的那个名字记下来 下次来的时候我就不可以收钱 那谁会再去 哪有这么容易简单 就放过他 其实没有人会再去的 大便是一锅 我们在座的人都没有曾经碰到说 火锅上面有一个大便 大便 家长可能有遇过 但大便的几率真的是不靠命 太大了 而且还这么大一块 好幸运喔 我不要这个辣 你说谁会碰到这种事 其实大家就是要吃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 而且你知道吗 是吃到饱的原因是因为 人的食量要够大 你去吃到饱 你才有办法去捞本啊 我也有就是吃到饱的经验 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学生的时候 我跟朋友很喜欢相约 然后一起去吃东西 因为我会觉得吃到饱 就是一定要吃够本 对 不然那钱真的是很浪费 所以我就一直拼命吃 拼命吃 吃得非常的撑 然后撑了之后 我就去厕所推土 那很苦 脱了出来吗 脱了出来 因为很撑啊 已经满到这 其实你不用挖得很下去 你应该一走进去 然后就 就出来 就是轻轻地碰一下里面 就全会出完 然后后来呢 就饿了 就继续吃 好省喔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 那你现在来来回回吐凸几次 大概 没有啊 最多两次 那我就就想想 我那一次好满足 天啊 小空 人家是叫你吃到饱 没叫你吃到兔啊 为了贪小便宜 搞坏身体 就太不值得了 接下来 赶快请悠悠老师 告诉我们 你的爱情失败 谁要负责任 好 现在就到我们 吴文文神话占卜的时候 就是呢 你看到你的爱情失败 要谁负责呢 你是一个伟大的天神 你看到有一队男女在吵架 那这时候 你要为制止他们吵下去 你会怎么做 第一个呢 用雷集把他们分开 然后他们跟他吵得很凶 用一个呼呼这样把他打 让他们分开来 然后他们就不会再吵架了 第二个呢 把他们马上变回 他们自己家里面去 让他们见不到 眼不见为近 也就不会再吵架了 那第三个呢 让他们忘记自己 为什么在吵架 为什么我在这边 或者为什么 我们在吵什么呢 那第四个呢 就是把男方变成动物 然后让女方来照顾 但是其实现在比较短的 让他们比较好相处一点 那各位呢 你们用你们直觉看一看 你们会怎么样的方式呢 来解决这对情侣的吵架方式 好 扣 扣 3 让他们忘记吵架的记忆 好 我选4 因为我觉得很浪漫的这样子 把男方变成动物 对啊 我终于跟你不一样了 我会用雷集分开他 太气了 丑老师 丑老师 好 那我要3 好 好 那我也选3好了 其实为什么说 你的爱情失败是要负责 这有个部分也是在讲 就是说 当你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很容易找谁 来给你建议 好 那我们从第二个开始看 就因为只有一个黄老师选的 好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把他们各自变回家 这代表什么呢 这就是家庭啦 好 然后呢 你的感情会容易出问题 或者当你感情出问题的时候 你会问谁呢 会问你的家人 因为你家人可能会容易来阻挠 简单的说是 你很在意家人的看法 如果说你今天交个女朋友 或交个男朋友 你的家人觉得 这个人不行 这个不够端庄 或这个男的呢 看起来就很服 你就觉得 那我可能就不要找这个人了 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 因为你的家人 并不认识你的新男朋友 或新女朋友 你可能要帮他们去 谈一谈 去讲一讲 会比较好一点 要让他们介绍 让他们更了解一点 比较好 好 那我们来看第四个 国远不选的 把男方变成动物 照顾 你的照顾 你还一直在吃啊 你就是在讲 你在吃东西吗 第四个在很后面 对好不好 对 老师就喜欢跳着这样子 来 看这号 是什么呢 是烈火 代表你感情出问题 会有意味什么呢 好 谁要负责任 感情失败呢 谁 要负责任 好正啊 这代表说 你看另一半呢 我拿一起头 我真的觉得很准 对不对 你心里有这样觉得 对不对 真的是另外一半的问题 答案放心理就好了 对 放心理就好了 那真的很准 对啊 其实你不用太自责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其实都是他们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你的沟通 你很努力了 你也自得挽回了 做尽任何事情 谁就发现不领情 讲白说他不够爱你嘛 对不对 你要早点面对这个事情的话 你的感情会更顺色一点 不要怪自己 是别人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 好 第一个 我了 Gigi和唐老师选的 什么呢 这是什么 是战神 不要说 感情容易出现什么 谁要怪谁 感情不好怪谁 怪自己 好准喔 运气非常坏呢 EQ很低 唐老师不会 唐老师应该是意外的 对 所以我说不要跟Gigi选 还是什么 这种人其实呢 就是你平常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就觉得 如果对方不顺你的意 就觉得 为什么你不了解 我讲不够清楚吗 真的 你知道写书压力有多大 所以呢 这个呢你自己EQ要改变一下 好 其实不要压力太大 你比较任性一点 对啊 而且对对方温柔一点 体谅一点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好 小Call嘉天玉芳选的 3 是什么呢 是 人类 人类代表什么呢 好 就是说你的感情如果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就是 要小心 因为你的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 但其实根本 他们好像有点想看好戏的状态 要小心这个部分 就是 你跟他离婚啊 你跟他离婚啊 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这种朋友的讨厌 我离婚之后你养我啊 对 就你的朋友也会看到黑影就开枪 然后就是喜欢凑热闹 因为他们生活就可能觉得蛮无聊的 那就觉得你的男朋友好像对你还蛮好 其实一定有鬼 不可能 什么东西的 就会这样子 那会变成说你自己有内心想 听久了你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啊 大家都是这样子想 其实呢还是要看自己的想法 因为有些朋友讲话 他们其实只是闲磕呀很无聊 或者大家在吃下午才聊天的 你真的把它当作你生命的一个建议的话 你会很辛苦 好不好 那大家参考看看 小柯你觉得什么地方好吃 我都是吃那种小吃耶 我也是小吃很多 小吃也很多 因为像我就是住在旺华 所以旺华周边啊 旺华好多小吃耶 对啊就是小吃 而且有的是没有招牌 所以你如果看到的话 其实那种比较偏僻 然后都是小吃类的 像甜不辣啊 或者是鹅仔面鞋子 超好吃的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推荐一家就是 那个 洋葱花 突然忘记有一家洋葱花 对 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很特别 是我第一次看过 有那么漂亮的菜 洋葱花是什么 在哪里啊 它其实是在 IKEA那边 对 在我家旁边而已 对 在环雅 环雅 因为那道菜其实有典故的 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呢 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一个男生 然后那男生我其实还蛮喜欢他的 那我们之间就有很重的那种 暧昧关系 就差点在一起的那一种 小柯和这位暧昧对象 吃完洋葱花之后 这位男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啊是伤心断肠的滋味 让小柯至今无法忘怀 有啊 我每个都很付出 譬如说 譬如说我会早上为她做早点 应该很多 就我们会做早点 我也会啊 我也会啊 我要送她去上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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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 我才真的是付出 我为了我之前男朋友 因为她 我本来是要去纽约念书 我学校都申请到了 但是因为她美国的签证下不来 然后我为了她放弃我梦寐以求 超想念的学校 小柯有没有看到 然后我跑到加拿大去 而且去做什么 这个是付出整个人生的计划 真的 我不是去念书 我去到台庸欸我 有 各国都有 就是我回台湾之后 我打给她 都是 有香港腔 有日本腔的女生 那你现在 语言的力量很强 我现在就是 三本就要输 五十种语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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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种语言 好耶 女生在爱情里面 很容易就傻了 对啊 怎么会这样啊 男生有在付出吗 你们男生 男生会吗 男生什么都不会 男生就只会付出而已 帅啦 我帅啦 我整个就 等一下基基 用香港话吗 嗶嗶嗶 我来说一下 像小柯那个早餐 我也会自己做 你知道吗 我自己去学做饭团 因为他们 做给自己 因为你好娘喔 你学什么饭团呢 他哥哥比较娘 那些小事情 我都是在生活当中 有意无意 三不五十我都会 都会做 如果他跟你讲说 我怀了 我怀了 我怀孕了 但不是你的小孩 但我现在需要退小孩 找一个爸爸 你愿意娶我吗 如果他跟你讲说 我怀了 我怀孕了 但不是你的小孩 但我现在需要退小孩 找一个爸爸 你愿意娶我吗 我当然不要 我怎么去 干我什么事 你再来说 你又不是我 干我什么事 一芳 你这个问题就过分了 我真的觉得 你有追在看韩诀 一芳姐 你又在看韩诀 真的 家庭久不过 没有啦 男生在这一块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觉得说 别人用过他们就不要 可是女生在这方面 就还能够 就是很厉害 对不对 可以接受 对 接受能力就是 比较宽 比较广 这个方面是不是要 问问我们的老师 所以女人有时候碰到爱情 就是傻 对 没男生一样 所以这边悠悠老师 要告诉我们 在爱情中呢 你的傻妞指数 到底有多高 好 那我们来做 我们的北欧神话占卜 那看你的傻妞指数 到底有多高 那你是一个爱神 有一天呢 有四个单身的男子 来祈求爱情顺利 那你呢 会答应以下哪一个人 好 第一个呢 就是管她 我全都答应了 只要是你想要爱情 我都让你答应 那第二个呢 是你找一个 你选一个其中是有钱的 但是很丑 我就说 OK 让你能够 爱情能够顺利 第三个呢 帅但是很穷的 那第四个呢 是不善交际的宅男 那你想一想 这四个你会答应哪一个人 让她能够有爱情顺利 等一下 我第一个管她的全都给 你真的很讨厌的你 对 你要学一样的吗 因为我刚刚一看到这题目 我就觉得 因为我是爱神 所以不管谁来跟我求爱情 我不能看她因为她帅 或是她有钱 全都要给 我也是 你也是吗 你也是一 怎么大家都一样了 OK 好 大家都充满爱 我要给那个不善交际的宅男 好好吃 我讲也是四 或是给四的 对 我也是选四 那我随便选一个 二好了 那我们从 三来看一看 帅但是穷的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帅哥 然后呢 他是当然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她的爱情是应该会顺利的啦 那这代表什么 你的这个 傻妞指数 或凯子 呆凯子指数的几率是 百分四十 还算精明 其实还不错 其实基本上 你对这种事情 你会譬如说 男女输入不亲 譬如说就是说 可能你的另一半在半夜的时候 有电话来 你就会开始注意了 男女输入不亲 半夜讲个什么电话 所以你会注意 半夜跟人家讲电话好怪喔 所以呢 不算是非常的聪明 但也不会特别笨 其实就是一般正常人的状态 所以大家看来 大家都走得比较极端的路线了 嗯 那我们来看 第二个 有钱但丑的 是预方选的嘛 对不对 你是选二是不是 我选二 有钱但很丑的 非常富有的人 但是是一个丑八怪 那代表你的傻妞指数是多少呢 百分之八十 好多 我真的好傻妞 对 帮我老公说了两个 对啊 其实呢 你是一个很容易相信另一半 只要他 但是问题是你只相信一次 就是说如果他说谎一次 你马上就知道 不可能再相信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在他没有做任何坏事情 你都认为他不会骗我 嗯 但是你只要 抓到一次 而且你是抓到证据 你要抓到很detail的证据 而不是说我有点怀疑 你怀疑你还是不会相信的 你是真的看到 亲眼看到 对那这个人就完蛋了 可是有时候还是要警觉一滴滴 会比较好啦 好 那我们再看呢 最多人选 最多人选的 最多人 其实现在大家都一个是三个 好我们看第一个好了 管他的全都给 好 就是呢我们的郭彦甫 还有Gigi 还有小柯 嗯 你们都是充满爱的女神啦 好 你们的傻妞指数 凯姿指数是多少呢 是百分之百 不准 太不准了 不准 你怎么不准算爆了 不准 一支百耶 就是你们会觉得说 嗯我还是相信他的 然后呢 到最后到最后一定是对方要表态 你们才会觉得说 嗯对 其实对 真的我被骗了 就是对方主动表态 你才会离开 嗯 所以你们都是很容易被批啊 真的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就是 唐老师 黄老师 嘉天 你们选了不善交际的乖宅男 好 你们傻妞指数是多少呢 林娜 大师若鱼 好 就是对方你们知道很清楚 你不会说 其实你大概知道他会玩什么花样 所以你都很放心了 是喔 而且呢其实你们的知觉是准的 你们跟你们的情人关系 都会处于很好的 你们知道那个进退得宜 所以没有问题的 那大家都参考看看 OK 还有什么恐怖经验 对餐厅里面是东西的 这不算餐厅算是比较家常的那种自助餐店 是 自助餐店它不是都有同意的一个大锅汤吗 然后可以摇一摇 那个汤最好喝了 因为我的习惯是 我会把那个汤子放下去 然后先捞一捞 让它的料飞上来之后 再把它捞起来 你很喜欢看到东西飞上来 不然你看到大的 不是 然后 捞一捞之后呢就是 然后那一次我看到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看到一个老鼠头 牛皮大便 老鼠 看到一个老鼠头 真的 你这个人有问题 我们不要跟你出去吃饭 你这个人有问题 因为老鼠头不是咖啡 不是那个灰色的吧 像芋头那种 对 就跟那个白的那个排骨 不是很像吗 然后就混在里面 然后老鼠头这样飞 然后我捞起来的时候 它的牙齿是这样的 有没有烂掉一边那种 因为煮烂的还是怎么样 真的 但是我还有一个经验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是不能对那个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太坏 太差 因为我朋友曾经就是 你要抱着那种不好吃是应该的那种想法 对 对 没错 他没有他就是 不是 你讲的态度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 因为他就是吃完东西打包 然后他对那个服务生态度真的很差 然后那服务生就把东西拿到后面 因为他要外带嘛 就把他带走吃不完 他就拿到后面 然后就是弄一弄 然后让他带回家 就我那个朋友吃了之后 他这边就长那个很烂掉的豆子 蛤 蛤 是吗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把那个便当盒啊 拿去给外面的人就是检验看看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烂了很久 都一直不好 然后一颗一颗的像泡枕 对 对 后来他那个检查出来还跟他讲说 那可能有三个男生以上的那个不明物体 混在那边 所以那种同学就再也不敢 就是对里面的服务态度 就是那个态度差的那个服务生不好 这是真的 因为他们的态度 就是他们会乱扎东西在里面 这是真的会 因为我同学他们以前就是在打工啊 在过来打工的时候 他们就说如果碰到态度很差的那种客人 他们会这样搓一搓 然后就是丢东西进去 或者是他们会吐痰和吐口水 他们手也不干净啊 自己摸不是很脏吗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亲去餐厅吃东西啊 如果吃到好吃就算了 如果你饿得要死 然后又吃到那种难吃 真的会打气 真的会很小 东西不好吃真的令人火大 更是为了不吃到特别佳料的食物 大家还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吧 接下来黄老师要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面向的女生 可以跟多金男结约呢 这不错 这不错 我们是用女孩子的长相来看 她会有金台花 她结缘说不定就结婚 就嫁给她 就变少奶奶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种女生的长相是什么 我这边列了几项 任何一项都算 只要有的话 你就有希望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是鱼尾纹上扬 鱼尾纹 在鱼尾纹有时候 她很年轻还看不太出来 一般鱼尾纹是往后 鱼尾纹其实不是一根的 会好几根 它主要的会往上 往这上面这样过来的 对 叫做鱼尾纹上扬 这样慢慢观察才知道 试看看笑 然后看看 主要的线纹有没有往上 往上就有希望 如果第一项没有到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希望 我们继续努力 第二项 是她的脸要椭圆脸 我们先讲一下 椭圆脸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脸 像你们这些都是叫椭圆脸 是喔 就是脸不是圆圆 最重要它的重点就是 不要三角脸 或者四方脸 或者五角脸等等之类 很奇怪的脸 基本上要圆形 因为脸一定是椭圆嘛 只要是圆就椭圆 我们看来 这边有现成的标本 育方 你看她的脸就是椭圆 椭圆脸 椭圆脸 然后再下面 鼻型完整 就是鼻子当然不能太大 嘴头你也肉也不能肉很多 就是要有肉要圆 看起来很可爱 那鼻梁又不能很挺 对 是 又不能整个塌下去 我们要到这完美的境界 那老师那像我们这种正圆的 怎么办 你不是正圆吧 你只要瘦了它就变椭圆了 你只要问嘛 一方说我如果瘦了 他就帮我介绍米勒佛 米勒佛不太能吃 是肉 季构 季构什么都可以吃 有酒 有酒 而且季构的活动量很大 对啊 对啊 超可爱 好 那边之前的那个女性观众朋友 如果你这两项没有得到 下面要好好观察你的手 我现在列出这两种 只要有一项有 你还是有希望的了 第一个是桃花线和命运线会合 有耶 什么叫做桃花线 这里的叫 这一带的线叫做桃花线 或者叫人缘 人际的线纹 是的 它要交叉到这个所谓的命运线 有耶 你看 要像这样子交叉就有了 可是又不能穿过 穿过又不行 就是说像你这样子穿过也不可以 有吗 或者没有到破坏也不行 就刚刚好这两个交会 这个两个交会 跟命运线交会这样上来 我有耶 像红色这个的 恭喜你 你就有希望了 好 如果说这一项还没有 其实这一项应该比较容易看到 另外这一项比较不容易看到 不过还是很有希望 这一项是什么呢 你的结婚线跟成功线会合 没有结婚线没成功线 结婚线在这一边 成功线在这里 它竟然是这样子会合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也是穿过不算 或者说不用我到也不算 或者破坏也不算 断了也不算 一定要是这个地方 从这边结婚线 跟成功线会合的话 表示你的结婚 我们讲结婚线 也代表男女之间的情欲 男女之间的交往 他能够交往得很成功 意思是他的交往到很理想的对象 任何一项有就算了 OK 好 接下来呢 唐老师要从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星座男生呢 在40岁以后 反而更安定喔 好 我们这个题目是 心才会安定下来了 所以呢 你可能遇到那些玩童型的 你就要参考一下了 他有没有这个倾向 我们从太阳跟上升来看 因为上升是他们的行为模式 像艳甫呢 你是摩羯座 上升在射手 我如果没有上访 就表示我 40岁以前就定下来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或者是说60岁以后才安定 或者再也定不下 或者是 不用担心 一定会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喔 第五名是谁呢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想不到的星座 那就是 天蝎 好耶 好 天蝎座的人 有时候 我们还是看到不少的 不错的先生啦 是 可是呢 天蝎座都自认 如果还有一点条件的话 都自认风流倜傥 没错 然后呢 他自己的口味一直在变 那当然要40岁以后 等他自己年老色学了之后 他才可能愿意收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也是想不到的星座 那就是 处女 处女做啦 处女不是很定耶 对啊 那是 比较不方便的处女 比如说 她想要做形象 她想要做好先生好丈夫的形象 给人家看啦 或者是满足自己的父母的 对她的期望 或者是说她条件不怎么样 可是如果她又刚好长得帅气一点呢 也会自命为白马王子 那既然是白马王子 就不能轻易的跟谁在一起 真的 她能演多久的白马王子 就演多久的白马王子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是谁呢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现场没有 那就是 7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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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四十座男人是有梦的 你就不要她的梦 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比如说是 她从小梦寐以求的那一型的女孩 爱慕她 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所以四十岁以后也许 这个梦不会再出现了 或者是出现 她也会 已经有很多社会地位 或包装在控制她 那那个时候她的心就定下来了 因为她有她的社会责任了 是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是谁呢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艳甫上升在这里 两票 安静 我已经快四十了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她们就是属于 外表年轻型 她就算呢 假设啦 像艳甫这样 事业也有点成功了 她也愿意穿起西装 搭起领带 但是她也一定要保有一段空间 比如说假日 她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 越野活动啦 越野活动啦 登山踏青啦 就是年轻人的活动 她一样都不放弃 她是农夫 她是跟年轻人混在一起 所以她也会晚结婚 也会晚生子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现场没有 那就是 终于有安静的一天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把双子摆第一名 因为有很多双子 还蛮早婚的 是 然后也乖乖的 所以其实双子的人生 是由她来选择 像那一行的 不在我的说话里面 一定是那一种 她一直都是 辜负女生的那一行 你如果打听她的历史 实在不怎么样 就算她现在 忽然热烈追求你 想要跟你快速结婚 你都不要答应 因为只要还没有到40岁 她这一行的 忽然间那个热头 信头也是一下就过去了 飘来飘去 对 那你就要小心了 她的心就不会定下来 因为她外面见多识广 她怎么可能就这样停下来呢 好 所以太阳上身落在这五个星座的人 的男生 都是属于40岁以后 她才能考虑定下来的 双鱼座没有上榜 是因为她一辈子都不会定下来 OK 这样懂了吧 不是因为她会定下来 不好意思 今天再次谢谢三位了 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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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